嗨,歡迎來到喬召咖,我是喬兒 今天我們要來做很暖心的冬季熱豆花 那除了自製豆花之外呢 其實吃豆花我愛吃它的餡料啦 所以我們會加入很軟Q的自製芋圓還有地瓜圓 然後糖漿的部分跟大家分享兩種口味 一個是很經典的薑汁黑糖 然後另外一個是很創新,但是我覺得超好吃的 泰式奶茶,那就看個人的口味來選擇 那最近我們這邊其實已經開始下雪 然後氣溫已經是負的淋下了 所以隨時我都好想吃一碗熱呼呼的豆花 會覺得很幸福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會用到北鼎美顏壺 它是一款結合15種功能的燉煮壺 我最常用的就是它的茶欄 可以來泡花茶、水果茶這些 先從自製豆花開始 今天要用最傳統的方式熟石膏粉跟地瓜粉混合來做 選擇保溫效果好的砂鍋 加入石膏粉、地瓜粉、一點冷水混合均勻 這個步驟要徹底攪拌 拌到看不見粉類為止 接著加熱豆漿 提醒一下必須要用無糖的豆漿 然後豆花成功的關鍵就是豆漿加熱到85度 加熱的過程當中時不時要攪拌一下 避免底部燒焦 那我試過如果豆漿煮得太熱的話 反而容易失敗 那你如果沒有溫度計的話呢 豆漿煮滾之後放兩個一分鐘讓它降溫 要沖豆花之前那個粉漿再度攪拌一下 讓它更均勻 然後沖豆花的小技場是不要太秀氣 有點高度給它一個力道 才能瞬間讓粉漿從底部混合均勻 沖完之後 蓋蓋子用餘溫慢慢的讓豆花熟成 靜置一個小時 這期間都不能動它喔 豆花這時候很脆弱的 等待期間我們來做等等吃豆花搭配的 芋圓跟地瓜圓巴 今天用四種不同食材來做 橘色地瓜 淺色的加州地瓜 紫薯跟芋頭 這四種看起來一家親的根筋類食材 其實特性有差喔 它各自的甜度跟吸水程度都不太一樣 待會呢會一一的調整 淺色的加州地瓜呢 是所有地瓜裡面最甜的 我個人最喜歡這種做出來的地瓜圓 很好吃 橘色的地瓜呢 橘色的地瓜呢 本身比較濕 那做出來的地瓜圓 顏色呢是亮橘色 紫薯的顏色最美夢幻子 但是它的水分含量比較低 芋頭呢最不甜 做出來是淺淺的粉色 把它們一一切片 縮短蒸熟的時間 放進蒸鍋內 蒸20到25分鐘 直到叉子可以輕鬆地穿過 沒有任何的硬塊 那可以直接用壓泥器壓成泥 但是身為美食部落客 給氣特別多 所以我用攪拌機來幫忙比較省力 從最淺色的地瓜開始 就可以不用一直洗盆子 處理這幾種根莖類食材呢 注意不要用食物處理機 因為如果用刀片來攪拌它的話呢 會分離太多澱粉 變成那個口感就不鬆軟了 會黏黏稠稠稠稠稠的 那個怪怪的 而且也沒辦法拯救 芋頭的話因為甜度低 所以趁熱呢 加入一點糖打成芋泥 紫薯的話比較乾 可以加入一點蒸的時候流出來那個水分 這樣比較容易打成泥 不管是地瓜圓或是芋圓都用到一樣的粉類 我喜歡的配方呢 是地瓜粉為主 搭配少量的馬鈴薯澱粉 也就是太白粉 這樣做出來呢 是軟中帶Q 而且放涼也不會硬掉 沒有太白粉的話呢 可以全部都用地瓜粉來替代 這樣做出來就會很Q很Q 像是在吃粉圓一樣 但小小的缺點就是冷掉之後容易變硬 那理想的地瓜圓麵團呢 是不會黏手 然後可以很輕易的塑形 然後輕輕一按呢 就會留下指印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橘色的地瓜如果太濕 就多加一點粉 紫薯的話呢 會太乾 所以要額外加水 然後水量慢慢加 反正呢 就是太濕加粉 太乾加水 芋圓的話也是需要加一點水 那詳細的食譜比例 在影片的下方敘述內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大原則 基本上呢 我覺得粉類跟食材的比例呢 抓20% 譬如100公克的芋泥 就搭配20克的地瓜粉加太白粉 這樣做出來的芋圓 就會有足夠的芋頭風味 不會空有這種QQ的口感 只要掌握好這個比例之後 其實不用看食譜就可以做了啦 滾成長條狀 切成呢約兩公分的厚度 顏色很美齁 這些呢都是現煮現吃最好吃了 那你也可以一次大量做起來 保存的方式呢就是灑一點粉 防止彼此沾黏 然後接著冷凍 隨時要吃直接煮就可以了 現在要來煮搭配豆花的糖水 第一種呢是泰式奶茶 泰式奶茶 泰式奶茶 放進茶欄中 浸泡約5分鐘之後取出 那不要泡太久喔 才不會讓茶葉釋放太多的丹寧 然後變得口感很澀 泰式奶茶的特色呢 是加入煉乳 跟奶水 還有一點牛奶 非常濃醇香甜的泰式奶茶完成 第二種是薑雞黑糖水 水中加入黑糖 茶欄中加入薑塊 用煮花果茶的功能 燉煮10分鐘 讓黑糖完全融化 可以試喝一下看看薑味夠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就繼續燜 OK的話將薑片取出 薑汁黑糖水完成 早上的貝果屬於體力無限的狀態 為了不讓他在家裡搞破壞 小當家呢 會穿舊衣服陪他打架 豆花跟糖水都準備好了 來煮芋圓跟地瓜圓囉 如果少量的話呢 我會直接放在茶欄裡面煮 那一開始呢 它會沉在底部 接著呢 會慢慢浮起來 再煮個一分鐘之後 就好了 瀝乾水分 放進冷水中 瞬間收縮 這樣口感呢 就會很Q喔 份量比較多的話 就直接放進糊裡面煮 沒有美顏糊 用一般鍋子煮 當然也是OK喔 自製的芋圓跟地瓜圓啊 其實做起來簡單又快速 你就不會擔心買到那種 有添加物啊 或是毒澱粉那些 沒良心商品 喜歡這料更高普的話 還可以加入珍珠粉圓 粉圓的煮法呢 是浮起來之後 大概再燜個2-3分鐘 泡冷水 這樣煮出來呢 跟飲料店賣的一樣好吃 因為冬天呢 豆花我喜歡吃熱的 所以我利用它的燉中的配件 選擇溫奶功能 一次呢可以保溫 泰式奶茶跟薑汁黑糖 兩種糖水 等了一個小時 等到心癢癢的 讓豆花完全凝固 準備開吃囉 這個配方 豆花做起來超嫩超滑的 然後豆香味十足 加上QQ的珍珠 芋圓跟地瓜圓 配上泰式奶茶 這個口味呢 是我豆花的心寵 另外一碗是暖心的 薑汁黑糖豆花 吃完身體呢都會暖暖的 今天你想吃哪一道呢 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你的選擇 除了豆花很嫩之外 芋圓跟地瓜圓都超Q的 吃完呢這一碗嘴巴其實 最後都有點酸了 那我過來人的心得分享 就是做豆花我覺得最好 還是用市售的無糖豆漿來做 一開始我用自製的豆漿 然後一直失敗 後來發現呢是因為過濾不夠 然後導致做出來的豆花很容易花花的 分離的感覺 那改成市售豆漿呢馬上就成功了 豆花是我從小吃到大的甜點 它食材很簡單 可是其實操作上呢充滿美感 需要科學一般的精準 這個食譜是我嘗試了很多種粉類 跟比例之後成功率最高的配方 跟你分享希望你一次就成功 我是巧兒 如果你喜歡這次分享的話 記得按讚加留言 是支持我最好的方式 謝謝你 巧兒照片終於破10萬了 其實呢經營這個頻道也是4年了 速度呢累計到破10萬也還久的 不過也是因為今年呢 我才比較弄順整個影片拍攝流程 然後比較固定出片 然後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這邊呢要跟回答 這邊要回答大家十大最常問的問題 為什麼搬到蒙特榮呢 後來這邊呢其實就是一個因緣際會 那小當家呢原本是在台灣的遊戲業上班 那時候就想說他要試試看找國外的工作 然後蒙特榮呢其實是加拿大的遊戲重鎮 這邊有很多遊戲公司 所以我記得我們是在12月26號 12月22號2015年的時候 正式收到他公司的書面通知 然後4天之內我就把我們家當所有打包好 我們26號聖誕節過一天 我們就搬來這裡了 然後我記得我們來的時候 他公司所有的人都去放假了 所以沒有人理我們 然後我們就在旅館住了10天 然後在這10天內就開始找公寓 然後開始買家具 然後開始搬家這個過程 我還記得我們前面一兩天的時候 連床墊都沒有 然後家裡空無一物 所以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衣服聚聚 然後就直接睡在衣服堆上面 然後就開始了我們加拿大的生活 所以到現在目前為止呢 住滿4年 加拿大對我來講呢 還算是一個滿新鮮的國家 怎麼會想當家認識的呢 長話短說呢 就是朋友的介紹 詳細的故事就是 那時候我在實習的時候 我認識另外一個師大的好朋友 然後他知道我剛跟前一陣男朋友分手 他有問我說 你要不要幫你介紹 然後你的條件是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都可以啊 因為我前一段的戀愛呢 是遠距離戀愛台北跟台中 所以就是經歷了長時間的高鐵通勤 然後還借我累積的高鐵票 大概有就這麼厚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跟你講我什麼條件都不要 就住在同一個城市就好 他說好啊 那我有個朋友可以介紹給你 然後我還過了大概一個月 我還很不要臉問他說 欸欸你不是要幫我介紹嗎 怎麼還沒有 就整個很絕望這樣子 他說好好好 所以我就一直催大家就幫我介紹 所以我就跟小丹家見面了 然後 過了這麼多年我們還是在一起 成為全職烘焙老師的契機 的歷程 原本其實烘焙就是興趣嘛 就大概週末的時候 會就是做做烘焙烤烤烤的蛋糕這樣子 然後比較認真的時候 大概是覺得說 好像應該要考一個證照 然後看一下自己的實力到底怎麼樣 所以決定就是先去考了 餅級麵包這個證照 然後去上課這樣 小丹家跟我一起喔 所以我們兩個一起 獲得了餅級麵包的證照 然後有了證照之後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好 我想要試吃看 就是烘焙這條路 所以我就辭職 然後去開始找工作 然後我第一份烘焙相關的工作 很多是在大直的維多利亞飯店 那時候主廚我也不知道到底看上我什麼 因為我一點經驗都沒有 他就看我說 喔那你有一個烘焙證照 那好吧你就進來當學徒 所以我就在維多利亞飯店開始當甜點的學徒 然後一路呢 就有去了法式甜點店上班啊 去一個麵包店上班等等等等 然後開始慢慢就是踏上這個烘焙這條路 然後就上班的時候其實上班也覺得也有點心虛啊 因為覺得自己實力好像不是很足 然後就是有時候不太著急在幹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好吧 那我要就是再去進修 所以我就決定去了中華古類研究所 然後那時候我爸問我說你要去哪裡上學 我說我要去巴黎 他說什麼你要去法國 我說沒有啊在學巴黎 所以我就去古研所上學上了大概半年 然後剛好快結束的時候我有看到 就是104有那個日本的烘焙教室 ABC Cooking Studio 要在台灣開始開他們第一間店 所以我就投了履歷然後就上了 然後就從那時候就開始變成全職的料理 還有烘焙老師 會想要做YouTube是因為 搬來蒙特爾的時候啊 我就完全不知道我要幹嘛 然後我從來沒有沒有人生從來沒有沒有工作過 然後我就想說 那時候還在台灣的時候想說那我可以幹嘛 然後說那不然我來賣蛋糕好 有機會的話 所以我一來蒙特爾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在網路上就大陸淘寶 訂了大概幾百個蛋糕紙盒 想說我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在這邊可以賣賣蛋糕 但這個計畫一直都沒有成熄 然後反而是我想說那我就開始先來寫寫食譜好 然後就當練習一下 所以我就是每一次的時候我就寫寫食譜 然後在網路上就開了那個Facebook的粉絲團 然後就開始寫食譜啊 然後分享 然後我就覺得說那我可以試試看除了文字食譜之外 我想要拍成影片食譜 我就自己用腳架然後稍微拍了 就是算蠻隨便的吧 試試看拍攝我第一支的影片食譜 然後拍了之後 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因為那時候雅虎奇摩小當家 他們這個粉絲團啊 他們就想說再找影音的創作者 然後就聯絡我 然後問我說要不要成為他們固定的影片創作者 然後我說就簡直就不敢相信說 什麼我可以有人找我專門拍影片 而且他們還願意支付我 就蠻少的一個費用 那可以cover我一些食材的成本之類 我就說好啊好啊當然好 就開始練習 就是一個禮拜至少出一支片 這個拍片的節奏 然後慢慢的就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 之前有做過什麼工作呢? 我蠻小就開始工作 因為我們家呢 是開英文補習班跟安親班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就在我們家開始當助教 然後大學的時候我念的是師大運系 所以理所當然我媽就是叫我在我們家開始教英文 然後大學畢業完之後呢 我是在中山女中當英文實習老師 所以就是教書教了一段時間 那後來其實實習老師結束之後 我在想說我的人生規劃 應該要繼續往老師這條路走嗎? 還是要做不一樣的嘗試? 那我想說那我要試試看不一樣的產業 所以我第一份正式就是不是老師的工作 是會展產業 還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公司是銷售國外的展覽 然後我的工作就是把台灣廠商帶出去參展 然後找國外客戶這樣子 那時候每一個月就是去一到兩個不同的國家 就到處參展這樣子 還蠻有趣的 然後會展產業完之後我決定說 我要就是挑一個產業來當業務 所以我就進了台灣的科技業 然後我在銷售就是軟體 然後負責區是歐洲區 然後後來我又進了第三個工作就是在軍用 銷售軍用跟工業電腦 所以我那時候很多客戶他們真的是做國防機密 就是一些特殊的project這樣 然後去他們公司我印象深刻 都第一件事情就是繳繳我的護照 然後換證 然後呢進去參觀他們公司的那個整個窗戶啊 都貼起來是黑的 所以看不到裡面在幹嘛 然後他們就是承包很多就是軍事上的一些project 會用到我們家的電腦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的科技業的工作到這邊 然後之後就開始走烘焙業了 所以就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就感覺好像前面一段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這樣子 最喜歡的甜點 應該是算巧克力豆餅乾吧 我一直都很喜歡吃餅乾 然後巧克力豆餅乾 大概是我就是三不五時就會想要重新做的一個甜點這樣子 烘焙新手該怎麼入門呢 這一題我想了蠻久要怎麼回答的 因為我記得我剛開始是烘焙新手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我對我自己的烘焙實力我覺得大概有這樣 可是實際上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還記得我買了一本就是 蘭黛學校出的甜點課程 然後想說我就是要每一個甜點都做做看 然後開始就隨便打開一頁 然後看起來最華麗的甜點我就做這個 就做一個失敗一個 我還記得我連續大概打壞了三四罐鮮奶油 就耗了大概三四百塊過去 什麼東西都還沒做好 就嚴重打擊我的自信心 所以呢我如果是我那時候的我的話 我就給他的建議就是 我覺得可以就是烘焙新手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器材要備齊 因為像手持攪拌機我覺得還蠻基本的 不要就是剛開始做甜點 可能把自己搞得很累啊 或者是手腕打發的時候 手腕受傷等等的 所以器材要備好 然後再來呢就是從簡單 品項簡單的開始 像是餅乾啊布丁啊這些 比較不會失敗的 先建立好自己的自信心 然後就是這一條路才可以走得很長遠 然後再來我建議說可以多看一些 甜點理論或是麵包理論的書籍 然後累積一些自己的知識 這樣子你在操作的時候 比較能夠知道說每一次失敗它的原因發生在哪裡啊 或是怎麽樣可以改進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呢會比較快 累積自己的烘焙實力 每支影片是如何構思到拍攝完成的呢 構思應該是我覺得花最久的時間 我隨時隨地都在想 真的所以連上廁所我都會在滑IG啊 然後滑Pinterest 看說什麼樣的食譜比較有趣 因為我這個大概有點叛逆吧 我說不太想要做跟別人一模一樣的食譜 總是希望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詮釋 或不一樣的角度 所以我隨時隨地都在想說我下一支影片 可以拍什麼 然後真正決定品項之後 我大概會試做一個禮拜 然後滿意之後呢我會開始拍攝 那拍攝的話真的是從早拍到晚 中午的時候其實沒什麼時間吃飯這樣子 然後夏天還比較好 因為夏天這邊日照很長 可是冬天像現在四點半就天可以 所以最近我這幾支影片都花兩天拍攝 因為就是到了三點多 就是日照已經就不行了 然後拍完之後呢我大概會花 三到四天做影片的剪輯跟後製 會先粗剪然後再來細剪 然後細剪完之後 我現在的影片會配旁白嘛 所以我會寫食譜然後配旁白 然後還會修照片 然後接下來呢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做影片的調色 還有就是細修聲音 然後再來就是影片的上架 大概會花一個禮拜的時間真的 我其實滿希望自己能夠 就是一個禮拜可能出兩支片 可是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過 對就是一個禮拜一支 要怎麼訓練貝狗散步呢 貝狗 貝狗呢是我養的第一隻貓 那時候我想說搬來加拿大之後呢 因為這邊很冷嘛 半年呢都是下雪 所以我想說那如果養狗的話 其實下雪還要帶他去散步 還滿辛苦的 那我養貓好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養了一隻很喜歡出門的貓 如果呢每天不帶他出門 他其實會叫得滿淒慘的 像虐待他一樣 所以我想說那就帶他出去走一走好了 那一開始的話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IG的限時動態 有貝狗第一次穿背心的那個影片 超可愛的 因為他穿了背心之後 好像忘記他怎麼走路 他走一走就咚咚下來再跑 在旁邊就倒在地上這樣子 那我就開始啊先去帶他去 等一下等一下 我就開始先帶他去社區散步 然後因為 因為社區呢 大概就只有我這樣做 所以小商家覺得太丟臉了 他不敢帶 就是我帶 然後我們就帶他走一走 慢慢培養默契 然後如果我不能帶他的話呢 我就把他綁在我們家後院 隨便的一棵樹上面這樣 就是他的繩子這樣繞在上面 但是後來就發現 因為貝狗越來越大 他越來越會掙脫 我們買了大概三種 號稱就是絕對不會掙脫的背心 就他都掙脫了 過了一小時去外面看 就真的只剩下一個空空的背心 掛在樹上這樣 貝狗已經不見蹤影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放棄 想說算了 無論如何他都會掙脫的話 不如就直接放他出門 但是最近這個小子 他居然穿背心出門 然後回來了 連背心都不見了 所以他現在背心不知道 遺失在我們社區的某個角落 目前暫時沒有背心 那為什麼要穿背心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附近的貓很多 那我們想說 不要讓別人覺得他是野貓 要是覺得說有人養的 所以就讓他穿背心出門這樣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呢 就是他完全沒有背心的狀態 直接裸體出門 因為他的Size的背心不太好買 這樣子 小老師怎麼留言會這麼慢 這問題誰問的 嗯 現在的平台真的蠻多的 有網站 YouTube Facebook IG 還有Bilibili 所以這麼多平台呢 每天都會收到海量般的訊息 那我會盡量回覆啦 不過有時候烘焙的問題真的不太好回覆 尤其是有時候 大家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 我自己都沒有遇過 像是有些人就會問我說 為什麼我食譜做出來 麵團 為什麼這麼濕都不成團 那我當下可能就想說 可能會不會是蹭錯啊 水量算錯等等的 那對方就回答說 沒有沒有 我做了很多事都是這樣 那其實我當下就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 所以有時候沒有回 是因為這個問題 這個狀況我自己也沒有遇到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如果你想你的問題 得到最快速的回覆的話 那我的建議就是 因為我會從網站上的留言 會先回覆 所以你可以先在網站上留言 會得到我比較優先的回覆 以上就是10萬Q&A 那非常謝謝大家支持 那我會繼續努力的 掰掰